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章 红军到了 当我们听到共产党军队北上的消息时 我便召集县城里的僧商们开会 这些人便是最初请我任县长的人 他们曾在临时委员会里面协助过我 推进县政 我建议欢迎这些共产党军队 但是他们已经听到共产党 占领其他县城及乡村的情形 他们深感到惊惑 表示不赞成我的意见 实话讲来 我本人也不太热衷于我自己的建议 但因为我只是一个代理县长 我觉得应该陈述一些意见 除此之外 我更认为有意的表示 也许是很好的政策 让我们试试看 我这样主张说 让我们欢迎他们下一个 看看我们能否同他们合作 但是这些人嘴里嘟嘟囔囔的摇了摇头 我相信任何一支中国军队都比日本人好得多 我说 让我们看看 他们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抗日 如果他们真的是抗日 我们就帮助他们打日本 我这样主张 中国人的天然保守思想 由于他们听到旁人的亲身经历 和他们逐渐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性质和行为 而愈加了强烈 1927年到1934年间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 来自近代史上记载的最不清晰的一段史话 我正在这段时间来到中国 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 以及准备传教的工作 我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况并不了解 远不如我对中国旧日的生活方式 以及习惯和中国上古史与中古史的知识 在旧日的战争中 地方居民照例是欢迎任何打进来的部队 献纳礼品和大米 以后再有任一派军队占领该地的时候 他们仍然是照例的欢迎 我告诉与会的声商们说 我想这种惯例应该应用到这一次 我的几位中国朋友们会议的默默地摇头 共产党把那些惯例都改了 一位老年人冷淡淡地说 当他们刚来到江西某地的时候 当地的老百姓曾经欢迎他们 后来他们被国军赶出 但随后又回来了 这次回来后 便把那些曾经欢迎国民党军队的老百姓 全部杀掉 江西遭遇过最惨重的战祸 另一位老年人说 江西人口本来很稠密 在共产党占领前 全省人口有2500万 但后来人口竟然减少了一半 神父那太危险了 当我沉思他们的讲话时 另一个人又讲道 如果我们准备欢迎时 他们会停在这里 抢走我们的所有财物 我以为还是看看风头再说 他们的辩论把我说服了 于是我也决定看看风头再说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 在10月21日那天 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官员来到教堂拜访我 我代表李正超将军 他说一边递过这位共产党将军的名片 我是他的副官 我们点头致敬 并说了几句中国的客套话 李将军今晚要到达这里 那位副官说他将在安国县设司令部 他想请你一同吃晚饭 我到这谢接受了邀请 副官随即谈到正事 我晓得你已有一部印刷机 他说 我想请你替我们打印一些图片 立刻就印 他补充了一句 他说话的时候很有礼貌 但不容我有考虑与选择 他把图片的样子递给我 立正进里转身走出 到了晚上 我骑着脚踏车 到了李正超的临时司令部 那栋房子是用灰砖造成的 中国人一般都喜欢用灰砖建造住房 像天津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红砖房屋 就是西式住房 华北一带的大部分住房都是平屋顶的 这栋房子却是企极的瓦房 这无疑是当地大富人家的住宅 大门两旁有两个石狮子 据中国神话所在 这两头狮子乃是住宅的卫士 但这位共产党将军 却有两个合枪装刺刀的门杆 做他真正的卫士 门杆正等着我 立刻把我领进第一层院子 在这里我遇到他的亲随卫兵 他们向我敬礼 带着我穿过第二层和第三层院子 走到李正超的私人住房 中国家庭生活的欢乐谈话声消失了 满院光凉灰暗 在大朗弃亲的十月里 中国人经常喜欢在院子里 种上几盆纸圆或者菊花 或者其他花草作为装饰 现在却都不见了 这些东西以被世卫无用的累赘品而移开 当我被引进李正超的私人住房后 我发现房间里还挂满了许多匾额 我顺速的把眼光向匾额扫去 发现那些都是送给这座住宅的前任主人的容忆品 这位共产党的将军并没有像下令拆出花盆那样 立刻的拆出这些匾额 许多中国人虽然不识字 但纵使目不识丁的人也晓得匾的意义 李正超立刻接见了我 很有礼貌 我们在一起吃饭 同桌的有他的参谋长和另外几名官员 李正超的年纪很轻 瘦高身材 面色灰白 他很健谈 讲一口好官话 他有一套共产主义哲学 但对另一方面的东西也知道的很多 他开始军理生活时 任职于东北万福林的第53军 当53军被日本军队打垮时 他正在西安 因为他老早便庇护共产党分子 他便加入了1936年12月张学良所发动的西安事变中的叛军 张学良之所以住房陕西 就是受命剿灭该地区的共产党 但是自从张学良的军队被日本人从东北驱出之后 共产党在东北军里的宣传已经很活跃了 共产党的口号是结束内战对抗日本 结果质押共产党的运动实际进入停顿 这样使蒋委员长亲自飞到陕西 张学良随后截止了蒋委员长和他的高级官员 两周后蒋委员长才到脱烂 这次事变的结果 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又有了另一次联合阵线 虽然1923年至1926年的国共首次联合的誓言 早已被共产党无情的背弃 如果李正超不向我详细的叙述他个人的经历 我仍会晓得他刚加入共产党不久 没有受过真正的老共产党员的训练 所谓老共产党员是指那些在1920年初的时候 便加入共产党的人们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只吃了一管鸦片盐 便就明了了这一切事实 老共产党员不准他们的高级官员吃鸦片 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染上了鸦片 或者酒色的嗜好 或任要他存物质享受的时候便不会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好党员 中国共产党的三巨头之一 朱德以前就是一个鸦片鬼 他抛弃了鸦片而不抛弃共产主义 李正超显然是要戒掉他的鸦片嗜好 在吃鸦片烟前后他一支一支的接着吃香烟 整晚都没有停嘴 吃过晚饭我们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他对我说 当他听到一位天主教神父是一线之长时 他真的吃了一惊 当他又听到这位县长不仅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士 而且还是一位欧洲人的时候 他更觉惊异 这样便引起我要谈的话头 我今天晚上是特别向你来交代的 我告诉他 我们这里没有政府官员 老百姓们便推举我出来做抗日的组织 但是呢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适当的中国当局的到达 现在你来了 你是一位将军 你又有军队 因此你便是合法的当局 我不再代理下去了 如果你能接受这项职务 使我重新返回传教的工作 来使我感到最高兴的事 他听到我这项动议很觉得吃惊 显然的是他还没有准备解除我的工作 因此他用了许多恶意的言语 强烈反对我的意见 我已经听到老百姓是如何爱戴你 他说 那来是最重要的事情 人民和人民的需要 你必须继续你的职务 你继续做下去 与我也有光彩 在他的未免之下 我并没有放弃决定 我也用同样有礼貌的态度 坚决的辞职 但是我同意继续和临时委员会的三位委员帮忙 这三位委员曾担任过行政与改组的主要工作 直到进行选举后为止 这三个人爱国思想都很浓厚 但是忠诚 一位是普障普商会的会长六十岁 一位是苏卫龙 但是能力极强 有领袖天才 另一位是朱卓卿 是退休的少将 那天晚上 当我离开李正超的司令部时 我满怀着希望 觉得我们能够真正的共同合作 我的乐观情绪不久便云霄雾散了 三天后 李正超把临时委员会的三名重要委员一并逮捕起来 他把我请到司令部简短的谈了几句话 我需要两百支来福枪和两万银元 他说 如果明天晚上八点钟之前不到的话 你的朋友们便要被枪决 申辩是没有用的 他已经在命令上带上了官印 并且住民时间 我晓得多争辩只是耗费宝贵的时间 我立即走出收集枪支 心里感到异常的难过 当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时 李正超曾特别关心我组织起安国县的方法 他问起我们在县里都做了什么事 他想晓得我们怎么弄到这么多枪支 我都一一拒实一告 我告诉他 当我就任县长后 我看到我们需要些来副枪装备警察以保护县城 我记得当国军南策的时候 他们必须渡河 他们必须顺速的射水 在深水串流中 有很多人都淹死在河里 就在曹家庄附近的一条河里便淹死了一千多名兵士 在九月间 我晓得河水会降低 于是我在一天集合起一群老百姓 每人携带一根长铁棍 我们有的射水 有的搭山板 把铁棍探到河底 当听到碰到金属的响声的时候 便潜水下去把枪支捞上来 我们这样做了一个星期 一共寻得了三百多支枪 这些都是来副枪 插进上游后便可以使用 现在城里城外警察和民团所用的枪 都是这样得来的 我深夜派专人到各处送信 要求他们把枪支交出来 以救赎这三个人的性命 但是老百姓们都不愿意交出来 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银员倒还容易收集 但到了第二天四点钟 距离限期还有四个小时 我只收集到了一万银元和七十来支来福枪 现在已经来不及再收集了 我只好去见李正超磋商一下 老百姓都穷得很 我们又在打仗 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人 你能不能把这些先收下 不再追索欠诉 并且把那个三个人放出来了 李正超的神器 全无商讨的余地 他答复说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必须要把我要求的数量全部缴齐 否则 墙壁你的朋友 我要求他宽限 他在命令上又批注 限夜半交旗 盖上印让我离开 我在拼命的各方奔跑 别人也帮忙收集 直到四点钟 我们才休息一下 吃几口饭 这就是我那天的早饭 我晓得我们要拼死命去做了 到了晚间十一点钟 我们把两百支来福枪和两万块钱都凑齐了 我先跑去向李正超报告 人们在等候消息 李正超假装出很殷勤 他带着所有参谋人员来欢迎我们 因为我并不是独自来的 城里的几位绅士都到了 他收下县羊 架起了我们交上去的来福枪 我到过很多县 他说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贵县老百姓这样爱国 情愿送给我两百支枪和两万银元 在盛大炫耀的场面下 这三个人被释放 但第二天他又弄出了一套新花样 他发布了一张通告 告诉全城和全县人民说 人民所交线的枪支和银元 并不是他们的债务 这笔账应该由被释放的那三个人厂管 他们应该以同样的枪支和银元 缴成献库来偿赴人民 其实这三位委员是自动的为县民服务 而不是为了个人工作而被捕的 但共产党却不管这项事实 任何抗议都是没有用的 那样只有使他们再遭逮捕 这三个人只好在设法凑几两万块钱 和两百支枪交到县城 结果当共产党揭开假面具并接管县城的时候 这些东西自然还落在了共产党手里 现在他们真的在积极接管县城了 吕正超主张进行选举 临时委员会迟疑不绝 设法拖延时日 他们开始提出反对 他们指出安国县在战区是个大县份 举行自由选举很困难 需要长时间的筹备 同时吕正超是否愿意提出一个县长呢 吕正超主张使人民做自由选择 请我们提出建议 于是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广受人尊敬的人士 显然吕正超并不高兴这个选择 他处处和新任的这个人为难 第二天那个人就辞职了 于是人们同意进行选举 并且定好了日期 这时候有一位本地的律师王焕章走来看我 他告诉我他希望出任县长 王焕章受过良好的教育也颇有人望 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 王焕章为人正直 我确实晓得他会给人民蒙幸福 从他以往的行动便可以看得出来 我同意支持他 并私下把这个消息传给各村 要求大家对他支持 中国人民都很聪明 判断事情很透彻 能做出最技巧的行为 他们看出吕正超的用意 是想让他的一个心腹人做县长 但是他们却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当地人 当他们看清吕正超的计划 是想用表面的选举方式 选出一个他可以控制的人 那样他便可以把城内收藏的枪支全部弄到手里 因此老百姓一直在害怕选举 直到他们晓得王焕章是一位干练不怕事的人以后 他们才略觉安心 共产党到安国县后第六天便举行选举 吕正超深信选举结果一定是对他有利 他亲自来到监视选举 并请我严于监督务求合法 除夕投票的是全县各村代表共计240人 计票结果王焕章获得了202张选票 吕正超感到了惊异 当他建议全县各村派代表来安国县城选举时 他料想不到结果竟如此 也没有想到几乎一致的推选了王焕章 现在他是真正合法民选的安国县县长了 吕正超立刻看出人民自取了他 但表面不露声色 立即委派了一名委员协助王焕章 以其从旁签字 王焕章在吕正超离开安国的期间做了三个月宪章 吕正超返回安国后又继续做了一个月 那位协助王焕章的委员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使吕正超很容易的以借此把王焕章逮捕起来 他向人民公告称王焕章不替人民服务 他是个汉奸 共产党在解除或者清算一个不幸的牺牲者时 时常都提出注入此类的谎言 王焕章于1938年初被捕入狱 吕正超立刻委派他的那位新妇人做宪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